租房那么贵 我好好攒钱买个房子行不 那就更难了 在明代万里年间 礼部会给官员发福利房 这甚至都属于优惠大帅卖了 但是当时一个正无品的官员 放在现在也高低是个干部级别的人了 他要是在北京买这样一套房子 需要八百两 这甚至还是促销的房价 卖下他就需要不吃不喝工作八十年 可想而知 当时房价高得吓人哪 不过虽然房租很贵 依然有办法来解决 那就是跟现在一样合租 明代时就可以合租 每户只需要派一个代表来填住房的牌 把住的人的信息全部登记在册 有多少人 叫什么名字等等 统一交到城里去 这样人们既有房子粗 又不用花太多钱 还是非常方便的